大家好 歡迎來到原石咖啡 我是俊元 那今天我們要來做濾杯的沖煮實測 我們今天要使用的是 聰明濾杯玻璃版本的 那這個濾杯我們上次在開箱的時候 有稍微討論過 因為它有兩個我覺得 非常要注意的一個點 也是它設計上我比較無法理解的點 在使用上這個聰明濾杯我覺得 並沒有像塑膠版本的這麼直覺的 去使用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聰明濾杯真的不太聰明 就是 要注意的點其實是蠻多的 好那我們今天實際在沖煮的時候 我們就再帶大家來看一下 如果大家還沒有看過我們上次 流速實測的那支影片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先去看那支影片 因為它在一些構造上 我自己覺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那支影片我會講得比較清楚 好那我就開始來做沖煮 那我使用的就是這個聰明濾杯它專用的濾紙 那這個玻璃版本的它很特別的是 它下面是有一個固定濾紙的 也像是一個支架夾子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個雖然它是圓形的 可是你放著這個濾紙的方向 還是要照這個方向放 不能放另外一個方向 好那你這個濾紙放下去之後 像我自己會習慣 我在這個地方 讓它稍微再折一點點 好那其實是故意讓它等一下我們沖水下去之後 它這裡會翹起來 好那翹起來主要是讓它保留一個通氣的空間 好因為這個沖煮濾杯如果當你水會比較高的時候 讓它上面完全是 注滿水的狀況 它會有點貼住杯壁 那當濾紙跟杯壁完全服貼的時候 它就會有種氣密的效果 好那它下方在漏水的時候 就容易造成氣流跟水流的不順 在我們上次在做實測的時候 就有看到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自己在使用這個濾杯的時候 我會習慣在濾紙這邊 故意會讓它翹起來 好那讓它在這個排氣的部分 可以這邊做一個幫助 不要讓它上面這圈完全的去封住的 這樣的感覺 好那第二個就是我們放下去之後會發現 濾杯跟這個濾紙 杯壁跟濾紙中間 它是會有一個空間在的 那這個空間就會讓我們一開始下去的 水跟粉 出來的低段的咖啡就會激在這個地方 那這也是我上次覺得說蠻奇怪的 聰明濾杯我們會希望它有一個很好的浸泡效果 但是你把這一段的咖啡液體一開始 如果是比較淡的咖啡液體 隔絕在外面的話 其實這些液體是無法跟咖啡粉去 有所浸泡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聰明濾杯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很直覺的咖啡粉下去之後水就灌下去 我會覺得低段的 注水還是要慢慢注 最好還是要悶蒸 那這樣子我們第一次沖出來的咖啡 它就會是一個比較濃的咖啡 那它後續沒有繼續跟咖啡粉浸泡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去影響咖啡的濃度 如果你用這個玻璃版本的聰明濾杯 直接是粉下去之後水就灌下去的話 那邊一開始 它出來了會是一個稍微淡眼的咖啡 而且它沒有辦法跟 咖啡粉長時間的去浸泡 那我就覺得會有點失去這個聰明濾杯它設計的意義 那在沖煮之前我就不先潤濕濾紙了 因為主要是說讓這個濾紙也不要一開始就軟下去 然後貼出這個杯筆 那我就開始來沖煮 那前面呢我一樣先少量的注水 讓它還是要有一點悶蒸的效果 就是我剛剛說的 因為如果它不悶蒸的話 我很擔心它第一段出來的水是很淡的 然後又被隔絕在 這個咖啡粉外面沒辦法浸泡 那會影響我們咖啡的口感 會喝起來有點水水的 不過這個是玻璃版本 我覺得它會有這個問題啦 一般塑膠版的沒這個問題 塑膠版的你可以很放心的就大水下去沒關係 但玻璃版的我會習慣還是要悶蒸 效果會比較好 那悶蒸大概30秒 那我們就開始注水 注到我們今天 要的粉水筆的量 我剛剛用15克的粉 那今天我們把它注到 200克 好 200克 來 浸泡下去之後呢 我們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好那這個攪拌的時候 你要稍微注意 攪拌棒千萬不要放太深 因為它下面有一個支撐的夾子 是凸起來的 所以你不要覺得 好像跟我們平常 錐形的那個濾杯一樣 因為它在這個錐形的濾杯裡面 它還有一個夾子是往上凸起來的 所以你要綠有那個空間 因為我們攪拌的時候 如果不小心卡到那個夾子 你真的卡太大力的話 其實濾紙還是會有 破損的風險 好那當我們在攪拌的時候 其實有個訣竅是 其實我們攪拌的是水 我們是利用水去帶動這個咖啡粉 並不是真的很使命的去把這個粉跟水 讓它去攪拌出味道出來 我們只是輕輕的攪拌 讓這個粉跟水 有水去帶動這個粉 產生一個水流 讓它均勻 那它有附個蓋子 我們可以把這個蓋子蓋起來 讓它保溫性更好 那我們讓它浸泡到兩分鐘 現在兩分鐘到了 那我們準備一個咖啡壺 那要再 把它靠到壺上之前 上面蓋子還是要打開 如果不打開的話 其實一樣 它產生一個氣密的時候 它就容易讓這個水下來 是不順的 好那我就把這一個 衝背靠上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下水的速度 其實是蠻順暢的 我們之前在測流速的時候 其實它算起來 可以算是一個流速蠻快的濾杯 但是流速實測跟我們實際用會有一點不一樣的是 因為我們浸泡過又攪拌過 它有一些粉容易卡在濾紙上 那會影響它的流速 其實沒有像我們流速實測那樣直接沖水的這麼快 但是其實整體看起來它讓水泄下去的時間 我們剛才是大約兩分鐘 多一點的時候放上去 那它整體流完的時間 其實大約一分鐘 它的咖啡液就都下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這杯咖啡 那我們剛才這樣子的萃取方式 它充足起來的效果我覺得還不錯 它整個厚實度跟填感的表現 非常的好 因為它有充分的浸泡 那我們之前有聊過這個 濾滴式的萃取方式或浸泡式的萃取方式 那聰明濾杯它就是一個完全浸泡的代表 它可以讓它有很充分的浸泡 所以它的優勢就是在於它的填感跟厚實度 可以有很好的表現 那再加上我們有注意就是 不要讓它低段那個淡的咖啡 的問題出現的話 其實整體的厚實感 我覺得這樣子的比例是蠻剛好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攪拌 我想很多人如果沒有試過攪拌都會擔心說 攪拌完會不會很容易過脆啊 然後讓咖啡 很苦很澀 但是其實我實際試過之後我發現其實攪拌咖啡在萃取上 反而讓咖啡的甜度更好 那厚實感也更好 但是不太會有 過多苦澀味的問題 當然就是要注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細節就是 我們的攪拌是 攪拌這個水流 讓這個水流去帶動咖啡粉 產生一個流動 而不是真的很用力的去 去拌這個咖啡 不要產生過大的這個 激 激盪 我們還是 輕輕的拌 那主要是讓這個水去帶動咖啡粉 做一個流動 這樣子的效果 所以這樣子的沖煮效果 我是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再試試看 第二種沖煮的方式 接下來我們要來進行 第二壺的沖煮 那這一壺的沖煮 我會用 像我們平常在使用濾杯 的方式來沖煮 像先悶蒸然後去注水 慢慢的注水 那我們最後再讓它浸泡一段時間 等於是加強最後的整體的浸泡的萃取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它會整個 浸泡時間比較長 跟我們一般的濾杯萃取比起來 所以如果你都做一樣的動作在 一般的濾杯 它是適當的濃度的話 那可能用在這個聰明濾杯上 我們再加強最後的 時間的浸泡的話 有可能它就會過脆 所以我今天調整的方式是把水溫稍微調低一點點 那我今天的水溫用80度 去泡它 那我們試試看這樣子沖煮出來的效果會怎麼樣 那我們一樣先悶蒸 那我們用的是15克的咖啡粉 讓它先悶蒸大約30秒 所以還是要 建議大家就是使用這個玻璃板的聰明濾杯 我覺得這段悶蒸真的是非常重要 悶蒸再加上前面的鑄水要慢一點 這樣它一開始透出來的這個咖啡液 不要太過於淡 那這樣子比較不會造成水感 好30秒之後我們現在就開始鑄水 好那鑄水的話我們就慢慢的鑄繞圈 就有點像是我們在手沖咖啡 用一般的濾杯這樣子去繞 好這個時候你會發現這個濾紙有點跑掉 對不對 其實每次 都 容易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那當然如果你要避免的話你是可以先把上面沖濕啦 就是 先沖濕濾紙 它會比較黏住 好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像剛它只會跑下一次 那把它撥回去就好了 因為我們不沖濕濾紙 我們可以保持 上面是一個比較乾燥的狀況的話 它比較不容易去貼住濾杯的杯壁 好那等一下我們在 下水的時候它就比較可以保持這個排氣的通暢 速度會比較快 好那我們鑄完之後 像一般我們如果 這個 一般的濾杯我們就是 直接滴漏完了嘛 但是聰明濾杯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從現在開始我們把它浸泡 那我們浸泡時間一樣浸泡到它兩分鐘 那我們再把它靠到壺上讓它滴漏下來 好那我們一樣蓋上蓋子 因為我們本來的水溫就已經偏低了 好所以 又加上一段時間 如果沒有蓋蓋子的話 怕整個水溫變太低 還有沖煮出來的溫度也會偏低 所以我們就把蓋子也蓋上 好我們看一下時間差不多了 OK兩分鐘 那我們就讓咖啡下來 蓋子要記得打開 因為蓋子沒打開 它上面一樣是一個氣密的狀況的話 它流速也會偏慢 好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我綠子旁邊有這些皺褶 其實我是故意的 保留它一個排氣的空間 它水流會比較順 如果上面我讓它很漂亮的整個貼滿的話 它的流速會變得更慢 而且 它流的過程當中 因為氣往上衝 它會有點冒泡的感覺 但這個冒泡有的時候就是會讓這個水流更不順 好那這一次的速度 比剛才那壺快一點點的感覺 剛才那壺我們有攪拌 攪拌的狀況比較容易讓細粉 咖啡粉 去更緊密的塞住濾子 所以它在流的時候可能速度就會再更慢一點 像我們剛才沒有拌的狀況 其實在沖的過程當中 很多粉它其實吸了水 那有的它會浮在液體上 它比較不會這麼快速的都去塞在濾子上 好所以有沒有攪拌的話 其實跟流速可能也會有一點點的關係 那我們第二種方式 沖煮起來的咖啡 比剛才第一壺又清爽了一點 但是其實如果跟一般的這個手沖壺的方式比起來 還是偏濃郁 那甜味很明顯 那主要是因為它有經過長時間的浸泡 那另外一點是我們有把水溫稍微調低一點 因為如果我們在這樣子的方式 你沒有去調低水溫的話 其實就容易造成過度萃取的問題 所以如果當你 如果水溫你還是想要用高溫 去使用沖淋濾杯浸泡的方式的話 那可能你浸泡的時間啊 或是你沖的方式 就稍微要有所變化調整 因為如果你把一模一樣的 比如說你使用在手沖 一般濾杯低漏勢的濾杯上的這樣子的手法 直接複製到聰明濾杯上的話 那理論上它一定會過脆的 因為如果當你在 一般濾杯的萃取率 設定的是剛剛好的時候 那當然你在經過長時間的浸泡 它很容易就會過脆 所以當我們在沖煮上的時候 其實手法你必須做一點點的調整 因為它是一個完全浸泡 而且你可以長時間浸泡的方式 那當然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能夠發揮出 聰明濾杯的效果 但是其實如果你要把它當成一般低漏式濾杯 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從頭到尾都 靠在咖啡壺上直接這樣沖 它就會像一般的濾杯一樣 咖啡一出來 然後就流掉 就是一種這個低漏的方式 但是我們沖煮濾杯的特色就是 當你水沖下去 它可以跟粉跟水一直長時間的結合去浸泡 那這是跟一般的手沖濾杯 最大的不同的方式 所以這個玻璃版本的聰明濾杯 那我自己在使用上 其實這樣子用我是蠻喜歡 但主要就是因為它在設計上真的有這兩點我覺得 我比較想不通的地方 所以 在使用上我自己要特別去注意的就是這個地方 讓它的 這個咖啡液 比較外面比較淡的那個地方 不要去影響到我們口感跟濃度 那當然我們的濾紙 盡量留一點空隙讓它去排氣 以免它整個貼住的時候 那咖啡可能容易會下不去 那我想有些人可能會問說 可是這樣子上面平滑的設計 不是像在空隙的濾杯 或像之前我們開過的客氣的這個短溜熱濾杯 也是這樣的設計 可是為什麼他們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但是因為主要是下面這個洞 其實看他們下面都還是會設計有點鋸質狀 它主要就是當我們的濾紙裝上去之後 濾紙裝上去之後 我們的濾紙從下面會凸出來 那我們主要的水是從濾紙 流出來 那它旁邊會有一些空隙 讓氣流可以從這邊再繼續上去 好所以就算你上面完全貼住的狀況之下 它下面還是會有個透氣的效果 但是這個聰明濾杯 因為它下面就 沒有這個鋸質狀 所以它變成說 它一個圓形的洞 那水要整個下去 那但是空氣也要上來的時候 它就會容易造成說 整個 空氣跟水 是在同一個通道上 有點互相去影響 就像我們在倒一些大的寶特瓶 你直接倒的時候 如果你這個瓶子直接倒過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水流是不太順暢的 因為空氣跟水 它是 直接在同一個通道上去互相影響 但是你如果 比如像這一種濾杯 它設計上有留一些孔洞的話 其實那個空氣它就可以 稍微的流通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好所以 一般版本 就是塑膠版的聰明濾杯 它其實是有肋骨的 那肋骨把濾紙撐起來 其實那就會有一個 排氣的效果 但是因為這個玻璃板它是完全平滑的面 而且整個是平滑的面 那所以它如果讓它整個貼住的話 就會有這個 貼住之後 流速不順暢的問題 好所以在使用上我覺得要特別小心注意這個問題 那 這個是我自己使用的心得 那其實我不曉得是不是他們設計上 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其實 也不是批評這個濾杯 我是覺得說其實我蠻喜歡這個濾杯的 但是在使用過程當中 我自己覺得有一些心得 那跟大家分享 那有些狀況 我自己想一些解決方法 好所以大家如果在使用這個玻璃板的聰明濾杯 自己 有遇到什麼問題 或是你自己有不同的解決方式的話 那也歡迎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 這是我們今天做的 聰明濾杯玻璃板本的 沖煮實測 那之後我們還會有更多 咖啡相關的影片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咖啡相關 祝嗟 咖啡相關 咖啡相關 感谢观看